神通过我们的父母亲 使我们生命赐助 神通过我们的父母亲 把生命赐给我们 ự gef Zus 但是他们却把他们一生的生命都给过了我 换句话说 他们不但只给我这个生命 他们也把他们的生命给了我 因此圣经说 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 然后这个我们要孝敬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呢 不是上帝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教导 尊荣孝敬我们的父母呢 是从神来的建议 如果我们要懂得如何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呢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 所以你要学习捕捉父母亲的智慧 所以你要去拥有了你父母亲的心意 我不要 etником烦 jelly 我不能说我 我 Nein 我能ennen的你好 ant הוא 我能认识你